是这样的 那小孩闹着算了嘛 但有一回他就是经常出去嘛 那时候也是 经常出去 对 然后也是一出去 反正就是两三四天再回来 他回来倒好 就是噼啪啪啪的声音又大 然后就把那小孩给吵了 不是 你出去干嘛呀 不是 那段时间是世界杯嘛 在看球 在我们朋友家里看球 你等于生了娃 有世界杯你还是世界杯是吧 那个时候老是在屋里看嘛 看着小孩都吵醒了 醒了 完了我还要得轰小孩 当时不是你把我轰到客厅去去了吗 那你还好意思说 我把你轰到客厅轰到哪去啊 那我们俩怎么休息啊 那你看在客厅看个足球什么的 还一会儿叫好了 声音又特别大 我不知道有什么好激动的 不是 因为我确实是喜欢看足球 所以说有时候比较激动 看足球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算了嘛 那个时候我身体不过也发胖了嘛 然后在一起一两年的时间 也没给我买过什么衣服 包括我来节目也是 不是之前 才给你买了几套衣服的嘛 那你一年一季也什么的 我就两身衣服换鞋 不是 因为她是才生完 小孩还比较胖嘛 我是想等她稍微瘦一点再买 反正我就觉得她真的一点都不爱我 一点都不体谅我 然后后来就前几天嘛 我们这小孩不是在睡觉嘛 然后那个时候不小心掉床下去了 她一听到小孩哭声 她就进来冲着我就大吼 我就大骂什么什么的 是啊 因为当时 她不是把我轰到客厅去睡了嘛 然后我想这么宽的床 他们两个人睡 小孩都会掉下来嘛 当时也是可能是 比较情绪比较激动 那你也不问一下我为什么呀 那我有时候我也辛苦什么的 那小孩说一下我也心疼 那我反正我们两个就吵得特别厉害 然后我公共听到声音了 进来然后打了她一耳光才制止的 所以我就感觉心里面 特别难受 特别寒心 之后她后来 其实我就也是想让她 找个工作稳定下来嘛 然后她老是在家里这个样子 那实在没办法 然后我就给小孩断了奶 那时候小孩差不多一岁嘛 我断了奶那小孩也一直哭 那我也心疼了 但是我上班为了什么 我也想为了这个家 我自己出去工作 那她倒好什么都不管 等于现在你们家钱 是你正式的意思吗 对 然后我现在也在找 也在找 只是没找到合适的 啥是你合适的呀 不是你好意思吗 她怎么找到工作的 你怎么找不着啊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女孩子 要好找工作一些吧 那你做什么呢 我现在是做文秀这一块 啊 文秀 哦 嗯 对 文媒什么的啊 有手艺啊 因为是这样的 我也之前找了两份 因为和之前的收入 出入比较大 是这样 不是那你看其他的呀 你玩谁养啊兄弟 这个事情 我记起来就有一次 就家里面也是托人 给她找工作嘛 她总是就嫌 这个工作不好做 工资不行 待遇不行 要么就觉得工作 时间长了什么的 然后办不到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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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